保理政有很多民眾是党目 但是沒有党目專屬的空間外丹 公署就為大家做一個党目專屬運動公衡 立正正恩超頓廷來參觀党目運動公衡 保理政公署也將取消息海中隊來行見 包括日本中心做母娘的報道 等受公衡 內部、國團地營營的地方都來為評估 為了要行見党目專屬的運動公衡 保理政公署這些來找找的適合的地點 包括南大管議員黨議員 議員保理政公署幹部庫党目錄 南大管關懷動物協會理事長王小津 理政有幾個公司全都來報來回覽 公署有找幾個點 比如說在藝文中心旁邊 另外還有長壽公園 那最後找到內埔高灘地這個部分 來做初步的規劃 那最後我們還是會跟地方溝通看看是不是這個位置 是不是比較恰當 南大管關懷中部協會人類 適合的地點條件 不是越大越看就好 反正回來是要越簡單越好 因為狗出來嘛他們喜歡奔跑 所以呢越少的那些遊戲的那些設施是越好的 但是今天我們政公所這邊他也設計了一個很不錯的跑道 那個也是OK的 那其實設施盡量減少是好的 不是說要有很多的遊樂設施 反而對他們來講是一種障礙 也有一些危險性的存在 最近保理政公所有負責很多地點 但是最后希望有公所 政務專家 地方共同來討論協調定案 地點的部分我們很希望 這個是埔里第一所的重務運動公園 我們希望未來還會有更多更多所 每個地方每個地區都應該要有一個重務運動公園 他不是說一定要夠大 但是呢他有這個的需求 他其實是為了這個環境的整潔 相信地點來割定了後 保理政公所就能開始來現見動物專屬的運動公園 既照環隆坤插風報導